真的有夠酸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主持自家網路節目 談疫苗很懂得做效果 不只Novavax缺貨中 柯文哲常念的次世代疫苗總算到貨 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在臉書 再次感謝鴻海永齡基金會 慈濟和台積電 也呼籲別把防疫跟疫苗當選舉口水 變負面選戰的攻擊手段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只抱不住火了 時間久了很多資料就跑出來 我就覺得很搞笑就是說 現在政府會說我們幫鴻海 幫慈濟 幫台積電買疫苗 我就很想問說 你為什麼不幫你自己買疫苗就好了 暗奉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這當然也包括民進黨台北市長 參選人陳時中陣營接連出包 傳出陳時中早上被團隊排擠的 立委高嘉瑜求救 就被解讀是要借高嘉瑜 搶黃珊珊的年輕中間選票 為助選情 打選戰也不可能說一個候選 全部負責吧 一定有團隊嘛 所以我也發現 常常租隊友比敵人還可怕 黃珊珊也是在那個地方嘛 所以如果用這種競爭的概念來講 的確沒有錯嘛 高嘉瑜 高嘉瑜是會 應該叫做 英文叫competition 所以我說既有金是何必當初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平斷一個人 只靠今天你做的 從疫苗採購到陳時中後院失火 綠營爭議不斷 也讓柯文哲找到機會放冷箭 TVBS新聞陳中環附定華禮品 SNG小組新北市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道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讓我們休閒 吧 15 休閒